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时间是上海的静态管理时期 16号上海逐步地放松了管理 有一些小区已经允许人来出去了 在上海的王先生他的孩子是在江苏的泰仓在那上学 这两个月了一直在家里 临近中考了孩子得过去上学去 得考试去 所以说19号的时候王先生打电话问一下 明天能不能去学校 能不能走出去 因为他那个小区也是风空比较严格 只要出去你就进不来了 你可以开个证明出去一下 但是你再回来进不了小区了 进不了小区你又没地方住 如果到不了学校 如果在上海的边界出不去 那么他就是肯定也就回不了小区了 一个孩子 初中生孩子在外面 父母也是担心啊 那不可能这种事情 所以说就打电话问一下 到底能不能去 明天能不能走得了 问的时间呢 问的时间呢 是5月19号的晚上 虚时 大家可以看一下 虚时 人生日 耿虚时 有见虚时 是一个女孩子 义有命并成行年 拿过这个课来一看啊 其他先不用看 光先看了一下这个 一看出船空亡 这是第一个反应啊 就是明天这个事成不了 出行不了 出行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了解 这个事情的本质 战卦啊 就是说占卜啊 一定要了解事情 要先了解这个事情的 类象 事情的本质 然后再和这个 这个模型 然后再相互呼应起来 那么事情的本质呢 是这个人要走出去 属于出行的 属于出行的一个类别 出行的类别 出行呢 是以人 以干 一支呢 为地 道的地方 那么就要分析这三者的关系了 那么这个翻船呢 就是行动 行动的过程 也就是路程 是吧 翻船第一个是空了 那么就是说这个事情啊 明天啊 出行这个事情啊 开头啊 可能是 就说 因为空王嘛 空王的概念就是 气没有了 行不成一个 推动出行的这种能量 一般这种情况 这样出行 出船分空 很大一部分 都是这个出行不了 现在呢 不是说是你到了 这个上海边界 和这个江苏边界 到太山边界 不是说你到了 能不能就是说 能不能让你过去 那是阻拦 现在呢 是根本就出行不了 就是明天就出不去 这是第一眼看 然后呢 再仔细看一下 它的刻体 刻格 这个刻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正石 是一个土 这个日干呢 是水 土来刻水 同时呢 这个发用 也是一个土 它俩都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土 这两个土 来刻这个日干的水 这种刻啊 也就是说 正石和发用 刻日 这种刻叫做天网刻 正石发用刻日 叫做天网刻 为什么叫做天网刻呢 这个意思就是 正石是当前的时间 当前的这个现象 当前的这个时机啊 是来刻制这个日干里 让它没有路可走 然后呢 这个发用呢 又是刻日干 哎 都又是刻这个水 也没有路可走 所以说 逃往前走的这个能量 就 没有能量了 所以说叫做天网 封建天网刻啊 一般这种 占出行啊 占任何事情啊 都是有很大的阻力的 占任何事情都很 都有很大的阻力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也要再仔细看一下 天网刻 难道就走不出去吗 这不一定啊 但是呢 虚呢 是一个空王 这种情况啊 本来走不出去 但是呢 虚呢 空王这叫破王 破王 还是就是说有机会 可以出行李 也就是说 虽然是个天网刻 但是呢 这个网破呢 是有机会 还是能出行李 这是 第一点 也就是说作为天网刻 他既有 出不去的像 也有破王的像 那么呢 我们也再来分析其他要点 第二个点呢 就是 这个刻还是一个展观刻 也就是说 成 虚啊 为官格 这是展观刻 虚 在四刻上虚 只要是一般 只要见到这个 程序发用 程序发用 就是一般就称之为 展观刻 这个课格也要记住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课格 展观的 展观刻什么 什么概念呢 就是啊 你的行动有官格 有阻力 展观呢 一般呢 一般呢 就是说 只要过了这个官格 就利于逃亡 利于走出去 要过不了这个官格呢 只要展观展不断 翻不过这个梁去了 翻不过就走在那里 什么叫展观得断 什么叫展观不得断呢 还是一句话 展观刻 展观有的时候 展观得断 也就是说把这个官链能够过去 这个虚啊碰见木的时候 碰见银为天梁 和青龙的时候啊 也就是说这两个都是木 木啊能够把这个官格给它 克制住 这叫展观得断 逢这个青龙和天梁 逢着木之类的 可以把这个土的气质给它压制住了 那么这就展观得断了 同时呢这个展观 这个也是个空管 这是第二个像啊 从这两个像还是没有得出 道理能成不能成 我们再来继续再来分析 其他的元素 他的问的核心是第二天 哎呀 他是当天下午问嘛 第二天成不成 能不能行 能否 第二天呢 起码是个鬼友日 鬼友日在这儿呢 一般啊 封建鬼日的话 鬼友日又叫毕口客 一般毕口客 都属于这个六甲 从甲到甲乙丙顶物极耿认鬼 这是最后一个位置 那么一般到最后这个位置 就很难出行的 叫做六甲嘛 叫做一群的最后一个字嘛 叫鬼友嘛 这个时候呢就是任何事情都已经砸住了 就出不动了 这是一个像 封建闭口 这就增加了出不去的难度 实际上 还有一个像 大家注意没有 这个虚啊 虽然是空王 虚空 但是他要去的地方 在西北 也是泰沧嘛 在他当时住的那个地方的西北 西北虚方 西北在这个位置就属于虚 那么这个虚啊 就把这个空啊 给他填起来了 就给他填起来了 填起来 那么这个 展观 和这个天王 本来有个窟窿了 给他补住了 这就说明第二天 是出行不了 下出结论了 出行不了 这就是结论 通过这几个结论 实际上 如果占出行单纯的光刻眼 这一个点就能够判断了 就已经能够判断出来了 因为你要出去 但是开头了是没力量的 是空了 其他的都是一些辅助判断 实际上 增加了他的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证据的力量 既然明天出行不了 但是呢这个 这个孩子家长啊 非常迫切嘛 要要孩子要要 因为马上就临进中考了 也是人生的大事 考不上学习都不耽误了嘛 所以说呢 他就计划 计划明天还是要去 但是呢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一早 又想想 万一又回不来咋办呢 因为因为当时去的时候 有三个和三个人家长 三个家长都已经联系好了 约好了一块去 因为三个学生嘛 家长一块开着车是吧 都一块出去 那三个那两个家长嘛 那两个学生呢 是另外小区里的 他这个小区呢 有一个特特殊情况就是 你只要开了通行证 出去了 你别再回来 就不能回来了 其他小区呢 没这种情况 然后呢 第二天一早 这个王先生又想 到底今天去不去 你因为去了 你回不来在外边 那怎么办 于是啊 这个 他又 他又琢磨了一阵子 决定啊 又看了 又问了一挂 也问了一挂 就说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 又打电话问了一下 再问一下 再起一刻看看吧 同样也是一个天网课 也是一个天网课 一样的 但是呢 他没出船不空 也是天网往实了 这个时候就决定 别再去了 先让那两个学生啊 那两个孩子家长 先去看一下 探探路 因为他们可以回来 去了之后 那两个 另外两个孩子家长 去了之后 结果是 就是那个边界 这个 关卡不放不让出 那只有回来了 是吧 这就是展观课 但是呢 我们还要再仔细分析 这个课局啊 他还有还有一个要点 这是干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干 这是干上神 这是干 这是干上神 发用 从干呢 然后传递 传递能量 传递信息 一直传到了支 这是支 这是支上神 这里就有一个特点 这个 避法复内有句话叫做 我求彼是 也要记住这一点 他干支的传递关系 我求彼是 干 传 支 也就是说 这是我 这是彼 我呢 是要求着对方 或者说是 要到对方那里去 就是从干上 传到了支上 这就是干传支 这一块是干上的东西 这一块是支的东西 三传呢 三传是从干 你看看 从这里起来 然后到了这里 这就是我求彼是干传支 反过来呢 就是彼求我是支传干 这就是能量的传递过程 也就是说 三传的运动规律 最终还是要 还是要从 家里 要跑到学校里 为什么呢 结尾 大家看一下 圣经是个什么东西 圣经也是个青龙 青龙 圣经啊 是人水的掌声 圣经是人水的掌声 掌声呢 又称之为学堂 大六人端案里边 这个案例里啊 经常 就说 就把这个掌声当 叫做学堂 也就是说碰见 如果在这个考试 在学业啊 碰见掌声 掌声学堂的状态啊 这个人啊 学习肯定很好 这个学堂 在这里 在支上 这就是学校 对吧 学校的这个课 也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这个 学校的类像 非常明显 他就是学校 但是也就是说 最终结果啊 他这个 还是要到学 还是能够到学校的 虽然第二天到不了 但是呢 再隔一天还是能到的 或者说 在其他时间 还是能到的 为什么这么说 要想让他到学校 他要必须 人啊 要必须经过一个 努力啊 那么怎么努力呢 家长必须要和学校沟通啊 是吧 这就是家长嘛 父亲嘛 父母羊嘛 父母要和学校沟通啊 这个有 是个闭口 要想让这个 三船的气流动起来 最终要跑到学校 要跑到学校 那么就必须啊 把这三船的气啊 把他打开 让他让他流动 在这里呢 这个鬼是个闭口 这个鬼属也是个闭口 也就是说 首先第一个 要把这个假虚 要把这个虚 要破开 破开 破关 破网 第二呢 要把这个有 这个闭口 闭口 通过 通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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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行为啊 和大 和人 和学校沟通 和这些人啊 什么沟通 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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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 通过这个行为 首先把这个气 引一下 现在是闭口不让你走 但是你如果开了口 就把这个气 给它打开了 第三个 还有一个要点 就是说这个生啊 就是说生出来了 这个生就是学校嘛 学校啊 要让学校方面 来接一下 来接一下 第三个 要在学校里 要接一下 要让学校方面的人 来接一下 这样呢 这三者啊 就能够把这个气 来引通了 因为这里啊 这个青龙已经出来了 刚才说 青龙只要出现了 那么就会把这个白虎啊 把这个虚 就会把这个虚来克制 就说展观得断了 青龙出现了嘛 展观已经 就是说把展观 已经过去这个关卡了 也就是这几个像 你看一下 这就是行为 这就是行为的 通过人的行为 能够改变 这个世界的结果 让它实际了 流通起来 什么行为呢 一个是 原来是闭口 现在通过这个行为 让开口沟通 第二个行为呢 让青龙啊 学校 来接一下 接引一下 引一下 这样这个气不都流通了吗 不就过来了吗 是吧 还有一点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陈行年 要看年命啊 人要 战客一定要看年命 这个行年啊 冲 又冲了一下 这个有金 这个虚 这就破网了 也就是它行年 是个上面 城上面又是个卯 卯木又是带贵人 看城上面是个卯 卯木带贵 都来克制这个 把这个虚土来制一下 嗯 也就是说 他的行年 又把这个网 这个展观 给冲了一下 是吧 经过 第二天 也就是说 第二天是鬼友日 人生鬼友 经过鬼友日 一天的沟通 啊 因为当天嘛 他也没去城嘛 他根本就没有走 就没有出小区 啊 就一直啊 在和学校沟通 让学校的人啊 来接一下啊 是吧 然后第三 第三天 也就是说 甲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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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时候 填湿了 同时呢 后面的条件 也已经具备了 通过开口沟通 学校对接 甲虚日的下午 三点多 升湿 也就是过关 过关到学校 学校人接上了 过关到学校 三点到五点之间 那么这一课就非常 这一课就是 就非常典型的一课 非常典型 运用了展观课 天网课 我求鄙视甘传之 还有掌声学堂 因为这个课 就是说一定要注意 墨传是个掌声 也就是说 很大程度上结果 它的结尾 墨传为结果 结果就要回到 那个学校里去 墨传就要回来 它的气息很明显 同时呢 它经过了中间的沟通 经过的运作 最终呢 生死到了学校 第三天的生死 到了学校 虽然这一课呢 就说 虽然比较简单 但是啊 这个课格里啊 也是吉凶 既有好的方面 也有不好的方面 我们一站任何课 都是一种选择 都是一种这个 这个 始终是在衡量 它这个课中 它的极点 就是好的部分 是哪里 不好的部分 是哪里 要综合考虑 任何一个课 都是这样 基本上都是这样 既有好的部分 也有不利的部分 所以说呢 把不利的部分 拿掉 把不利的部分 划转 这样才能够 得到 这个 比较满意的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